大肥安天下 牙痛作睡 今天早點早點 吃了消炎丸子凍藥 那上去剝兩隻牙都不行 要再約時間 今早早 一睡醒最大的新聞 就是香港前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 在今天21日 在他的住所被香港警察國安公署拘捕 說他涉嫌在保釋期間干擾證人 今天上午近11點的時候 國安公署人員到天后飛龍台上門 將何俊仁拘捕 消息說何俊仁涉嫌在保釋期間干擾證人 妨礙司法公正何俊仁被反鎖上搜購 由警員押上私家車離開 年年71歲的何俊仁 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 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 或者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 自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即是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或者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權機關 何俊仁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一直被還押 直至上年的8月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獲批 保釋條件包括70萬現金 擔保至40萬人士擔保外出 他需要交出旅遊證件 不得離開香港 遵守宵禁令 和每個星期都要去警署報道三次 不得發放或轉載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 不得聯絡任何外國官員和議員等 那我相信何俊仁在這段時間 好像他弟弟一樣 就是一些案件要處理的時候 他們拿走了電腦 那很可能牽連到何俊仁 何俊仁是和理非的一個代表 我以前不是很喜歡他 但是到了這幾年 他坐牢 上次的保釋 為什麼會被折納 就是因為他的肺出現了陰影 很有可能是肺癌 所以勉強這樣才給他保釋 而出了獄之後 也開始非常之低調 但是事實上 何俊仁雖然他在坐牢 但是在外面 在公民社會沒有了的時間 何俊仁依然運用他的影響力 去幫助了很多很多人 很多很多香港人 在他坐牢期間 還押期間 最彷徨無助的時候 何俊仁都私以援手 這個令到我直接這樣對他的改觀 直接這樣肯定他 想不到國安公署到今時今日 連一個和理非的人都不能夠容許 你已經將他放在你自己的手掌之內 就是跳不出你的十五指山 今時今日再有這些行動還有什麼意思 你告訴我 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你由千八個 只有一個才是真實的 就是他 他講了一些你不喜歡聽的說話 他為什麼要抓何俊仁 很簡單 也都是唯一一個原理 就是何俊仁 就是你們心目中的眼中釘 更多的就是國安公署現在失業 是啊 國安公署拉無可拉 有些人已經不能夠被起訴 甚至有六千二百幾個 一個被捕者到今時今日 都不知道怎樣判決的時候 證明了我國安有事做 證明我們國安出糧 是值得出的 這樣怎樣呢 再拘捕何俊仁一次 就是這麼簡單 在這裡祝願何俊仁 或者現在在囚人事 怎樣都好 頂住 頂住 我們說得好像很輕鬆 頂住啊何俊仁 頂住啊何桂南 頂住啊 袁家衛 頂住啊 我們只能夠大頂住 但是真真正正面對拘禁 面對無止境的檢控的時候 這些人到今時今日 他們依然站出來 即使保釋期間 依然金毛大不韋 很有可能很小事 但是我相信何俊仁都知道 他一舉一動都有國安 假裝 但是持續 而他肯定化 乾脆 那麽 果然而他繼續做的 結果全部都可以用錢 用權 可以改變一切 和理非都不放肯 那你說香港還有什麼道理可以說下去 見到這些事 心自然就不開心 今天一天不收聲暫停 生活王國都暫停 拜拜